113年度双十国庆的主视觉昨天公布 睽違八年国旗配色再度回归 也掀起了正反两面的评价 还被嘲讽式华国美学复辟 身兼庆酬会主委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首度发声 大赞是一幅美丽的作品 承载对中华民国最深切的情感 而外界也相当关注 在大巨蛋举办的国庆晚会卡斯阵容 更多的卡斯也曝光了 包含有金曲奖台语歌后黄飞 以及嘻哈歌手高尔轩都在名单当中 台北市长讲完卖关子没有证实 只低调的宣誓会把晚会办到最好 国庆晚会首度登上台北大巨蛋 不仅确定二姐江会将复出开唱 还有更多卡斯名单跟着曝光 经典歌曲追追追音乐一下就嗨翻全场 才该获得今年度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 的黄飞也将登上大巨蛋舞台台语 金曲歌王翁一友以及高音男歌手小胖 李玉群也在名单上 外传就连嘻哈歌手高尔轩也在阵容当中 多元丰富表演要全力吸引各年龄层关注 这可以让比较多中高年纪比较大的人 就是会想要参与这个活动 如果有转播的话我也是会有兴趣的 国庆晚会回到台北市举办 我们当然一定要把它办好 整容陆续曝光掀起民众乐意 蒋市长虽然口风很紧不约先透露 但对于国庆风格设计倒是非常笃定 能够充满中华民国的元素 包含青年白日满地红国旗的元素 来庆祝这么重要国家庆典 要让台北市充满国旗元素 只是才刚公布的国庆主视觉 9月8年国旗配色再度回国 也掀起正反意见 国际官网还被抓出 以似出现简体字 找来中国人士设计 清酬会紧急驳斥 身兼清酬会主委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更首度发声 大战年度主视觉 充满中华民国特色与象征 是幅美丽作品 更承载对中华民国最深切的情感 与美好祝福 设计美感见仁见智 迎接年度重要国庆大典 全民高度关注 接下来台北众好报道